我們剛剛範例一二三 二的話是 ID 跟類別 如果範例三的話 其實就是抓屬性 屬性的話是指什麼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標籤 它後面加的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屬性 HREF HREF就是它的超連結 甚至它的 class 它的 ID 這個都有 還有這個地方 有個 IMG 這個是它標籤名稱 這個就是它屬性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它的 圖檔名稱的話 那就抓後面的資料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什麼 除了爬資料之外 可能會爬什麼 爬那個圖檔 那如果爬圖檔的話 你就要抓什麼 抓IMG 裡面的屬性 叫SRC 它的檔名就出來 你就可以把它的檔案 把它全部都抓下來 OK 它OK啊 其實我雲端上面有個範例 就是直接把什麼 把人家整個網頁裡面的那個圖檔全部都爬下來 對 這邊有 這個好像是考生見證嘛 對 考生見證裡面這邊不是有幾個圖啊 12個圖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 12個圖這邊幾頁 6頁嘛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把這個6頁裡面的每一張的圖檔都把它存檔下來的話 那以前你要怎麼做 點第一頁嘛 按右鍵有沒有 把它另存 把它另存圖片對不對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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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對不對 那你要存多久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會找到那個IMG裡面的SRC 你就知道圖檔的檔名跟副檔名 然後呢 把它接在你的網址的後面 它就可以幫你把圖抓到 那你就直接可以用那個存檔的方式 那你說老師那存檔之前就有教存文字檔 跟各位講 文字檔跟存那個圖檔方法是一樣的 OK 一樣就那三行 只是你要改一下參數 至於怎麼改 後面我會講 如果有興趣同學 我看一下 在這裡 0609 批次扒取網頁圖檔與存檔 這邊就有了 這個範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我要抓哪一個 這個圖檔 那要怎麼抓 全部抓 執行完畢 全部的圖檔通通都下來了 而且很簡單 程式不多 OK 我覺得拍上這部分其實還蠻蠻棒的 而且這邊還會用到一個OS OS就是指 應該是 我們要建立資料夾 M、K、D、I、R 接下來我們把剛剛的部分把它完成 第三個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把 第四頁的這個範例 直接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我總共底下有六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要怎麼取得TITLE 裡面的這些資料 這應該比較簡單嘛 有沒有 用什麼 用FINE FINE就可以了 FINE SP.FINE對不對 然後刮入裡面就放什麼 放那個TITLE就好了 有沒有 那TITLE裡面點TEST 不就抓到這個了 OK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第二的話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 這個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的話應該是在第一個 A 有沒有 你會看A就超連結了 一個、兩個、三個 總共三個超連結 那剛好第一個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用FINE 不用FINE FINE 然後FINE什麼 FINE標籤是A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用 用這個RAID 或者是用LINK1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我是覺得 你用FINE 因為反正它第一個 你用FINE一定是第一個 然後後面的話 如果說 可是我要怎麼樣抓到 因為我抓到的話 它 點TEST 只會抓到FURTH 而不會是 它的超連結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 它的超連結怎麼辦 特別是哦 剛剛我們是點TEST 是抓那個什麼 FURTH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抓 它的HREF對不對 你就什麼 你就不用點TEST 你就點GET GET後面的話呢 刮符裡面就是HREF就可以了 也就是點GET後面 加上它的屬性名稱 就會抓到這個裡面的東西了 OK 所以我們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一樣用SP 點FINE 我用FINE好了 FINE比較快 OK 反正我們就盡量找那個 簡單的方法啦 大家點FINE OK 把它PRINT了一下 那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哦 我如果PRINT的話 A應該是它裡面的 這整個對不對 那其中我要抓HREF 你就用GET 點後面加一個GET 刮符之後的話呢 給它它的屬性 叫HREF OK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 HREF裡面的東西 就是這個超連結 幫你把它取出來了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得到的 就是它裡面的這個哦 有沒有 它的這個屬性裡面的資料了 有沒有 幫你把這個取到這邊來 用GET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OK 所以這個地方 就多學了一個 點GET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取得所有類別為RAID RAID的話 這個一二兩個嘛 這個剛剛有講過啦 其實你們試試看 反正A 逗點 後面就放一個RAID 那當然這個RAID裡面的話 因為有兩個 所以你要看要取得所有的話 就這兩個把它PRINT了出來 然後取得FIRST 這個剛剛有做過 用FIRST就OK了 FIRST點TEST應該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取得FIRST的話 就不是點GET 而是點什麼 點TEST TEST的話應該就是FIRST啦 有沒有 FIRST就出來了 OK 這邊要比較簡單 然後再來的話呢 取得這個的話 這兩個 這個可能 這個要分兩次做 也就是說你取資料 你可以不只取一個 你可以取兩個 OK 那最後這個啦 取得這個3.jpg 就我剛剛講的 它的標籤是IMG 如果我要取得的是它的SRC 這個屬性的話 應該會吧 我們可以用什麼 點FIRST對不對 然後它的標籤就是IMG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標籤放進來 然後呢 我們要取的是 就是 如果點TEST 應該就是會得到的應該是這個啦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它裡面沒有東西 它不是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的是 就是點什麼 點GET 然後呢 裡面的話就給SRC 它就會把這個3.jpg 幫你把它取出來了 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就是 自己再試試看好了 那底下的話 其實都會有 這個相關的 這個參考答案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呢 如果我要抓的是兩個東西的話 比如說像這個跟這個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FIND ALL 那裡面一樣提供給它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就是你要找第一個 跟第二個的項目 那個TAG名稱 它就會幫你找很多個 不過 所以這個比較少用 OK 但是至少有這個方法 那我們就直接提出來看看 OK 那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比較重要的應該是這個啦 點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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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REF 跟那個點GET 那個SRC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找到的是標籤 後面的屬性的話 那記得會有一個方法 就是點GET 那它就會幫你把 它裡面的那個屬性 給裡面的資料 給抓出來 那比較常用的應該就是 取得什麼 超連結裡面的資料 因為可能有的時候 我們要抓 爬資料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需要知道 這個網頁裡面有多少個超連結 然後你可以透過超連結 再去找超連結裡面的東西 可以再延伸出去 另外如果你要抓圖檔的話 那一定需要抓IMG標籤裡面的SRC 你就知道它的圖檔的檔名跟副檔名 那你才有辦法把那個檔案給存檔 所以要爬資料 不是只有爬取資料啦 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 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如果假如 剛剛的部分 比較沒有問題的話 再來就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抓那個什麼 這個TQC Plus的官網 裡面的這些 認證內容裡面的 這個 它的所有資料 總共有三個欄位 三個欄位 然後剛剛有解析過 包含就是說 這個認證內容裡面 這個是有一個 有Class 所以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我試一下 060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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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